2014年2月24日,正當入華牧師錄製2014年1月份Webbot預測的時候, 他已經發現了關於2013年Webbot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及其先兆標記的預測, 出現了一年的延遲。 換句話說,原本Webbot預測在2013年初發生的先兆標記事件, 卻竟然延遲一年在2014年初逐一發生。 這意味著,原本Webbot預測在2013年6月1日前發生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, 則有機會延遲一年在2014年6月前發生。 竟意想不到,隨著踏入2014年3月以後, 有關Webbot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先兆標記延遲一年發生的事件, 更明顯地逐步應驗。 故此,在2014年4月17日晚上, 日華牧師率先錄下一段十多分鐘的感言, 嘗試分享這一種Webbot出現時間接疊的現象。 及至2014年4月28日, 日華牧師決定重新錄影及詳細講解有關這一種Webbot出現時間接疊的現象, 並將錄影的分享以好愛方式定於2014年5月11日 《2012榮耀拍網》第222篇率先播放。 以便大兄姊妹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有機會在2014年發生, 而作出加緊預備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